来自各社区 禁私人文志工 齐聚禁私书宣总店 参与培训活动 深入了解禁私人文意念 亲身体验禁私 知良并计划将所写 深入推广至各社区 为了准备这个书宣导览时 我在Google search了很多资料 然后我打印出来 然后我经过我的修改 然后经过那些师姐们的指导之后 我再把它重整 然后再打印出来 然后再背它 然后就形成了今天的导览 不过导览的时候 我还看个个人的反应 我还随即应变 如果那些人对于书宣的 成立不大懂 我就解释多一点 所以我希望经过这次导览之后 我对那些书宣的了解 是更深入的了解了 志工陈佩云 感受到净丝火锅的美味和方便 他表示以前过年时 需要花很多时间购物和准备年菜 而净丝的产品能够简化这些过程 全部是我们的净丝产品准备的 不只它营养 然后又很容易准备 我感觉到如果家里有开什么朋友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购买这些产品来请朋友吃 每次新年我都很辛苦 要去买这样多东西 来煮 要煮就很多个小时 然后一道窝 真的是很烦恼 今天我吃到我们的 卖一片一人粉 来做我们的火窝 感觉到很清新 因为我不用去煮这样多了 又不去巴萨买东西 我只要来进食书宣 买了全部的东西 要买一些菜东西来餐进 我的一个好吃营养健康的火窝 就可以上座了 志济之工 记忆艳术透露 她也深受本草莹的启发 计划 尝试新的产品 我们的本草莹 真的是太棒了 本草莹我是只是喝过 那个八十多块的 好像这种精火的 这种火啊 什么痕啊 什么这些 我其实还没有接触到 但是已经启发我想要去赏识 它的那种的感觉 所以我在今天呢 我自己呢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 然后我也收益很多 志工洛秀芬 平常都是在热闹的环保教育站 而当她来到静思书宣时 给了她一个心灵的宁静之地 静思书宣建立在这边繁忙的一个地区 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繁忙中 找到一个联络点 一个点去把自己产生下来 把自己的心思 平静 然后去探索自己要思考的东西 这次的培训 不仅使志工更加深入了解 静思人文理念 和静思产品 也在心灵层面 为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收获 将所谐应用于各自的社区 将静思的价值观和产品 推广给更多的人 马来西亚 冰城杨美容 正经验 冯丽西报道